民進黨總統初選 民調第一天 總統蔡英文出席的第一個公開活動 就是跟美國FBI見面 我們不能抗爭他們單獨 我們必須要一起工作 每天和每天和每天 助理副局長代表出席 FBI在台灣辦校友會 許上頭一遭 時間點之湊巧 外界揣測 美國在關鍵時刻挺小英 國內小英支持者也有所行動 報紙辦辦廣告 挺小英連任 是由1127人共同出資 短短41小時就集資288萬元 還有工程界也站出來 土木浸師等工程團體 喊出小英三年打好地基 師父當然不能換 民調晚間就要開始 支持者自發性幫忙喊出氣勢 小英忙碌中不忘感謝 今天早上行程是滿滿的 剛才確實我們的幕僚有提醒我 我有注意到這一個廣告 那我也非常感謝我們這些支持者 只要蔡英文做總統 我們就不會有接受一國兩制的事情 我一定守住台灣的主權 重申捍衛台灣決心 主權牌加上小英最引以為傲的外交成果 在初選民調開跑前幾個小時 一次呈現在國人面前 與其沿街敗票 不如拿出正績 三年新聞拍計畫李維廷 張浩健小組看不到